好 来看到桃园就是三度的大跳电嘛 影响每一次都是上万户 好 昨天桃园这个大跳电一出呢 立委牛许婷就直言 桃园市民已经炸锅 好 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有哪一些更新的消息内容 把时间交给陈佑 国会大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立委牛许婷 来到了现场 文人早安 导人早安 所以我们要来看到 连续两天 桃园接连发生了四次的停电 而且这个影响的户数超过上万户 这部分到底是不是缺电呢 因为桃园人应该都炸锅了吧 但是今天 对 但是今天王美花跟大家的说法是 没有缺电 是设备损坏 我想这个张战正市长都忍不住 要跳出来炮轰中央 这表示这样子的连续的跳电 确实给桃园市民 也给桃园市政府造成很大的困扰 这个要特别澄清一下 就是说这个电线电网 这一部分的设备主管机关 当然是台电 但很多时候 大家要停电的时候 是搞不清楚状况 当然就直接认为 桃园市政府的问题 所以这不只造成了市民的困扰 也造成市政府的困扰 那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也在请教相关的一些专家 因为太奇怪了 连续几次都发生在桃园 看起来数据上 这个供电虽然很吃紧 但是也不至于到像以前那种 到黑灯 然后必须有分区 这个溃线跳脱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是连续几次的电网 刚好出状况都在桃园 但我想不管是供电的原因 或者是电网脆弱的原因 其实都代表着 民进党能源政策的失败 因为民进党乱七八糟的 能源政策 其实副作用来讲 就是给了台电 非常非常大的财务压力 这我们都知道说 基本上台湾全部的电网的 维护保养 都靠台电来做处理 如果说台电没有很充裕的 财政的余裕的话 请问这个电网的保养 相关设施的维护跟更新 它会有很多空间吗 还是它只能用很少的资源 然后挖东墙补西墙呢 这些东西其实都值得 经济部台电要给大家一个说法 那至于就是说除了电网 这个还不得不就是提醒一下 那地震的时候 不是有一大群侧异在那边很嗨吗 说我们的电网任性进步了 那桃园人请何以看 所以其他地方的电网任性都进步了 只有桃园没有进步吗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如果电网的任性真的提升的话 为什么短短的三天之内 桃园连续四个区 龟山 桃园 中立 平正 龙潭 不只四个区 很多的区域都出现了跳电的情况呢 这不就是活生生的打脸 所谓的电网任性的一个悲剧吗 那另外讲供电的部分 其实在两天前 其实我们差一点还真的是因为 电不够 要进行分区限电 那这个就我后面的了解 台电为了要调度 我们石门水库缺水缺的厉害 比那时候大旱的时候还很严重 结果它还是叫石门水库 放水发电 那在高雄 以前星达燃煤机组都已经准备要退场了 拉回来救援 连已经处理的大岭 也都拉上来救援 这是为了要处理这个走钢索的供电问题 不知道又为全台湾带来了多少空污 所以你真的还愿意相信民进党那个什么电很足够 电网强刃的那种那种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术吗 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个新的内阁要给人民的第一个答案 对因为张善政就直接炮轰蔡政府这个能源政策四个字叫做荒腔走板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但是今天王美花从头到尾并没有跟大家坦诚缺电这两个字 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跟大家坦诚缺电 不过我想问一下委员毕竟身为桃源的在地立委 这几天听到的民怨到底是怎么样子 能否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不大家当然很生气嘛 那也生气的时候就是要找人帮忙嘛 不管是找我们要请我们跟台电厘清状况也好 直接投诉到这个市府信箱也好 那我想接受申诉跟陈情最多的恐怕还是地方的里长跟桃源市政府 你看那明明就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事 因为这个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是台电 结果地方政府却承受了第一线的民怨 那难怪张善政市长会生气 大家都是受灾腹都受了无望之灾 所以这民进党这个荒腔走板的能源政策 是会给地方造成大的困扰 对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桃源人的怒火 那是不是甚至有一些人也到那个蔡英文的脸书上面说我要何能 毕竟就有这种核能但他们不用 而且呢 有人特别提到礼拜一傍晚的时候 确实北台湾这边差一点要进到了分区限电 那可能是蔡英文任内的第五次大停电的危机 但是最后是这样子有惊无险的过关 但是台电过了一个非常不安的夜晚 惊心动魄了17个小时 连台积电都加入到了救援行列 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就是没有办法去检讨我们的能源政策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蔡英文的面子问题嘛 你说王美花知不知道这些状况 我其实蛮怀疑的 但应该是了解的嘛 这长期以来也发生了这么多次 他其实知道台电的状况是很吃紧 但他能说吗 他不能说嘛 在这任期的最后 他如果承认 其实真的电力非常吃紧 供电有问题 电网有问题的时候 那不是打电蔡英文吗 这八年的任期结束之后 留下来就是一个烂摊子 可是即便他不说 难道这个问题不存在吗 马上我们的新的经济部长 虽然大家对他很陌生 然后大家最近对他这个 好像我们诸多疑虑嘛 个人上好像奇奇怪怪的事特别多 但是我都要回到公共政策的角度 来讨论这件事情 这个新的经济部长 是否适格的第一件事 他就是要回答 我们的能源政策 该不该调整 怎么调整 多少时间内 会给大家一个稳定的供电环境 而不是继续追随蔡英文荒唐的政策 电价上涨品质还下降 这个我想经济部长要好好回答问题了 毕竟现在大家所质疑的 应该说卓榮泰跟大家说 未来的内阁 他会是一个稳定供电的内阁 但是核三厂就即将要处议了 有没有办法研议 然后又发现 未来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他还是做光电生意的 那如果他做光电生意 到底对核能的部分 他的看法是如何 也该跟大家来进行表态 从产业界拔着人才 最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利益回避 他可能有产业的经验 可以提供新的看法 这是卓榮泰内阁的大胆尝试 但是就是要提醒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利益回避 甚至在这个里面去创造了 特殊产业的图利的空间的时候 我想在立法委员监督起来 是毫不手软的 所以奉劝经济部长 要这个务实的考量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绿能跟核能是不冲突的嘛 应该是多方的使用绿能跟核能 一起降低火力发电的占比嘛 让台湾的空气越来越好 我想这才是一条 比较正确稳健也科学的道路 希望这个出身产业界的 准经济部长听得进去 科学理性务实的建议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委员的满贵时间 谢谢小元 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桃园这几天接连 发生了一个大停电 超过万户都停电了 当然桃园市民都炸锅了 结果今天 王美花还跳出来 跟大家说不是缺电的问题 但是人民大概也不会管你说 到底是缺电 还是你那个设备损坏 你没有电 你就是停电 你这个就叫做缺电 所以哪听得进去 王美花讲了这么多的理由呢 以及北台湾限电 差一点走到了限电的这个环节 大家都觉得说 就是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的 然后蔡政府说要推绿能 结果你在度过 限电危机的那个晚上 你把这个柴油的基础 完完全全都加入进来发电了 这样子真的是 对于静零碳牌有帮助吗 所以这一切归追根究底 还是蔡政府 以及外来的赖政府 得要好好检讨 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 让我们接下来郭隧欣 太阳新全校客废 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